日本有大型综合医院 和划分为专门科室的地区诊所 感冒或轻伤时去诊所 重病或受伤时去医院就诊 看病的话要付钱 初次就诊的时候 在窗口提交健康保险证 第二次以后出示诊疗卡 第一次就诊时 可以在医院诊所领取诊疗卡 出示健康保险证 只要支付医疗费的一部分 就可以接受治疗 生病或受伤时 首先会去符合症状的地区诊所接诊 症状严重的话 会给您介绍大型综合医院 感冒等症状是内科 关于眼睛是眼科 关于牙齿是牙科 膚刺和扭伤等是整形外科 关于孩子是儿科 肖宁卡 女性特有的症状是去妇产科就诊 三夫金卡 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孩子 请出示儿童医疗补助的医疗证 医疗费可以减少或者免费 第一次去的时候 在问诊票上填写症状 迄今为止的病毒 过敏史等等 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向工作人员咨询 不会说日语的人 项目园国际交通中心 可以提供翻译 不免费 休息日或者夜间想去医院的话 可以往项目园医疗信息中心打电话 042-756-9000 会告诉您可以就诊的医院 首先去符合症状的地区诊所或医院就诊 请不要忘记带健康保险证和诊疗卡 项目园国际交通中心 用多种语言向外国人士们提供信息